回顾2021年安息走势,最注目的必然是超低安息再現。安息由2020年首季約2.5里跌至2021年低至1.36里至10年来新低水平。 2021年1至9月份银行体系结余延续,2020年10月起创下历史新高达4575亿元水平。 在高度充裕资金环境下,港元策息持续处于超低水平。与流岸相关的一个月策息由年初约0.15里于年内进一步下跌。 自4月20日起至11月26日期间绝大部分时间一个月策息处于0.1里以下的超低息水平。 当中9月及10月份平均一个月策息更跌至0.06里。 创过去11年来新低,拆息低企,市场用家普遍采用HON计划。 HON选用比例高达近98%,9至10月份按息一度跌至1.36里的10年新低。 年内按息亦持续介乎1.36里至1.5里超低水平。 2021年超低按息重现,供楼人士得以受惠,按息支出大大减轻。 低按息亦成为2021年支持楼市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。 事实上,经历2020年疫情较严峻时期后,社会已大致适应疫情,而2021年疫情持续受控。 经济活动开始恢复动力,楼市购买力更是全面释放,加上发展商积极推售新盘。 银行聚造楼案信心全面恢复,楼案取态正面积极。 年内银行持续地提供低息按揭优惠。 HON选普遍低至H加号1.3里。 近月拆息从低位有所回升。 11月份的一个月拆息由0.06里起逐步攀升。 最近徘徊于0.2里附近。 当中除了基于年尾年结因素。 亦由于金管局为应付银行需求分别于9-12月份增发外汇基金票据合共800亿元。 此举有缩减银行体系结余作用。 故此,银行体系结余由历史高位4574亿元。 回落至现时约3775亿元。 缩减约800亿元。 但仍属于高度充裕水平。 基于拆息稍升。 现时安息由低至1.36里。 稍微回升至约1.5里水平。 1.5里的水平。 感谢观看